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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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艺人都开始投入到这个很自然很接地气的环节 这虽然生活当中接地气了 但是为什么拍戏起来却害羞了呢 而作为该片男主角的吴秀波虽说曾经也是歌手出道 但在面对唱歌这世上还是有点信心不足哦 一说到现场轻唱几句 马上就变五怂怂了 我其实在你唱歌比较好 我相信你 唱歌的反正是进入我的天 我唱歌比较好 非常好 其实你觉得我唱的比较好 只要一唱台 我就叫人虚汗中暴 所以就是这样 小编点评 播书 碰那个歌也行啊 昨天电影游戏规则在上海举行开机发布会 导演高熙熙携主演何润东 邱慈炫现身片场 更宣布黄子涛 鼓励纳扎等强大演员阵容 这回要和当红男神黄子涛同台雕戏的何润东就表示 自己已经做了十足的准备 正在苦练肌肉 更要拜师黄子涛 学习武艺 好吧 看了我跟他拜师了 黄老师 黄飞鸿 黄老师 转头谈到和女主邱慈炫的感情戏码 又突然害羞起来 这一出片的华峰 我们还真是一下子很难适应呢 看到我的眼神了吗 就总之邱老师有感情戏 感情戏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我还是会勉腆害羞 昨天 青春励志电视剧 《那年青春我们正好》 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 主演郑凯 刘诗诗 李浩轩等 习数亮相现场 作为诗诗少有的青春现代戏 这一回在戏里居然被这位 五大三夫的演员李浩轩 给加爆了 这话音刚落 作为男主角的郑凯就立马站出来爆料 每次一和诗诗诗拍对手戏 就到四叶吴奇隆在一旁偷偷监工 这样的感觉也是略酸爽啊 我哥从来蛮低调的 就是在现场 莫名其妙在角落里看见一个黑影 一种透亮的眼睛瞪在哪里 这是谁呀 小篇点听 小猎豹安分点安 昨天综合报道 吴奇隆看到自己的太太和别的男人拍文气 跟内心感觉应该是什么样的 姐姐我觉得一句歌词很难带阔 叫做 多么痛的领悟 有这么痛吗 非常难受 看见自己最爱的女人跟别人在一起 那是拍戏了 不过讲到他们两个 现在小别胜新婚嘛 而且刚刚是甜蜜期 当然要幸福了 但是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一对 已经结婚很多年 而且两个小孩还能如此甜蜜 我真的想问他们 你们怎么保鲜的呢 假如是刘爷和他太太 你们看到这一组照片 就两个人在一起 那么甜蜜 而且你知道他们之前上真人秀节目的时候 两个人就很久不见 一见面的时候就会拥抱啊 接吻啊 你说怎么保鲜的 你说这个方法 你能不能传授一下 我觉得狗小姐姐 你在家跟你先生一定就是这样相处的 看你这么甜蜜的样子 我跟你讲完全错误 我跟我们家先生里面就是 走开 拍武侠剧吗 没有啦 这是开玩笑 不会讲到这个刘爷和这个 他的太太是生活当中的甜蜜的夫妻 接下来看看 在银屏当中呢 又有很多夫妻看起来 哦 真的好甜蜜哦 现如今韩国的男神女神 都流行来中国发展 这对韩国的明星而言 可是新挑战新课程 说几句中文什么的 那都是学前般水平了 能和中国的男神女神搭上戏 成为荧幕情侣 那才算真正完成的 看起来 正在热播的武神赵子龙 从开拍就积攒了无数话题 虽然讲述的是三国时期的故事 但和赵子龙 林更新演情侣的 却是来自韩国超人气组合 少女时代的林女儿 这高颜值的双铃相会 真心叫粉丝 把持不住啊 虽然林更新已经名草有主了 但还是允许小编 继续沉定在这美好的画面里吧 林更新同学 真的就不考虑下眼前 这位来自韩国的林妹妹吗 人家对你可是夸赞有加呢 要想和中国男神配对 这第一关就得是语言观 而咱号称中文时期的林女儿 不单普通话66的 甚至还在林更新的带领下 学习了东北话呢 叫我的东北话 你讲一句废有特色 你该喊的 你该喊的 乡乡就像你迷糊见面 都用大茶子味的东北话聊天 小编都觉得充满了甜蜜呢 不过要想成为王牌组合 允儿和林更新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要过 那就是默契直楼 首映发布会上的尴尬连连 直接让两人把有爱的互动 演成了耍宝的戏码 你游王善游 我没可能扯到 所以呢 这没有人要付我的意思 没有付我的意思 对到默契直和甜蜜程度 在恋爱类真远秀 《我们相爱吧》第二季中 陈柏林和宋志孝 这对跨国姐弟恋组合 绝对是教科书籍的 尽管第一次接触 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 但宋志孝的花之反应 直接让小编想起了 当年在跑那里看到 杨颖的李公主啊 안녕하세요 목소리 너무 좋다 안녕하세요 목소리도 너무 좋아 很可爱 有点手忙小乱 不仅初次见面感觉良好 陈柏林和宋志孝 更是有许多相同的兴趣爱好 这让原本略显违和感的两人 逐渐成为了情侣指数爆表的 诚之夫妇 陈柏林和宋志孝 这种感觉非常舒服 很贴心 跟以前来巴黎岛的体验 完全不一样 有一种觉得三天太短的感觉 爱有大人哥 你一举一动都好像拍韩国偶像剧 虐哭一众单身观众同时 你可别忘了 宋志孝的老乡好 江古瑞哦 这种感觉是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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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恋人张艺兴和郑秀金的 闭嘴爱吧 还有就是由袁珊珊和XO成员 调参列合作的 所以和黑粉结婚了 这几对情侣之高不高 还得等到作品播出才知道 而对于车态嫌的型野蛮女友 苏无羡来说 对韩国男生就只有六个字 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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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睛上是什么东西 谁让你随便动脸的 你老婆看了没事吧 没事 这有什么好玩的呀 不许因为你还是忘不掉 选之前塑造的野蛮女友 但小编负责的告诉你 车态嫌绝对是忘干净了 那我这单宋倩唱主题曲 就是最好的证据了 车态嫌又一首 哇 小编点评 中韩组合太遥远 人家根本听不下来 乐凡天综合报道 今天要恭喜说到的 就是这个长腿妈妈张鼓 恭喜 刚刚生了一个小宝贝 她在那个微博当中 说的最有趣的一句话 说她她的孩子 那个腿特别不短 我在想说 这样夸真的好吗 还有她的腿怎么可能短 你的腿都那么长了 正是 而且不仅如此 你知道吗 张子玲跟所有这个女明星合影 都会让女明星感觉 变得如此的娇笑 因为张子玲这么高 女明星都只能这么高 这个选择选出的 这是最萌身高差的 还好那些什么 王祖兰没站在旁边了 站在旁边也更萌 我主要跟他妻子拍照 也蛮萌的 我讲了这 接下来看看娱乐圈 也有很多这样的 最萌身高差哦 男明星的真实身高 一向是娱乐圈 最神秘的话题 四射五路 随意挑高几厘米 那都不算事 而就在长腿男神 大行其道的如今 有这么一群 魅力满点的小伙伴 用实际案例告诉大家 浓缩才是精华 说起陆寒 大家肯定为他的高颜值 以及实力昌功 点上一个大大的赞 可谁曾想 这位曾经对外宣称 身高一米七八的陆寒小哥 早前却被网友们 扒出电脚狂魔的隐藏身份 被发现不禁在早年的 XO可以使喜欢偷偷电脚 就连平时蹲着 也喜欢电脚 眼瞅着身高问题 被揪着小辫子了 陆寒也不慌乱 反而对着媒体大方承认 自己就是矮 假如说你在人群中拍照 你身高要是不够 我觉得电电脚也是可以的 要不然拍不着你前脸 反正我身高就长到这儿了 也不会再长 我觉得电电脚 还是有优势的 我觉得 都说身高是影响 可到了在陆寒这儿 那妥妥的都不算事 毕竟人家要颜值 有颜值 要实力有实力 可谓是魅力指数报表 就算有个身高上的不足 对粉丝们来说 那也是个萌点不识 而同样实力报表 却在身高上栽了跟头的 还有韩国男团XO的成员 都锦绣了 跟着一众长腿的成员 走到那 凹到那的围续 也是除了自己 根本没人能懂好吧 但要小辫说 虽然咱们的都锦绣个子不高 可是人家一上台一开嗓 那妥妥的就是 秒变一八五的气场好吗 哇哇哇 这完美的唱功 也真是没谁了 不仅如此 小哥演起反派角色 那也是给力的 不要不要的 明明是弱炸的身高 偶像派的脸 却有着入目三分点击 这意想不到的反转魅力 有谁能取得了呢 长颜道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可Super Junior成员 立续却不信这个鞋 不要和后背 都锦绣一较高下 结果 多么痛的领悟啊 其实在身高问题上 立续早已不是第一次受到伤害 采访时遇到碾压式的身高对结 也是让立续感到心累啊 我庭内的身高最低 因为我不是很厉害的 因为自身原因 在遇到正在长身体的后背时 立续也喜欢您主要好好吃饭才会长高 只是没想到 现在吃饭才会长得很厉害的 现在吃饭才会长得很厉害的 对啊 不吃饭才会长得很厉害的 就像你一样 女儿啊 但是你会很难解决吗 你比你更厉害的 遭遇小伙伴无心处操 求立续心理阴影面积 不过都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有人喜欢长腿男神 而有人就喜欢 魅力指出报表的 娇小男生呀 我喜欢你呀 帮帮打 帮帮打 哪里 哪里面做的 哪里面做的 身高 一切也不得 当然啦 因为身高而压力山大的 可不止力序一个 韩国团体 2AM的耍宝担当 赵全 也因为身高问题 委屈的不要不要的 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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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제 자존심 몇センチ 이게 몇センチ지 얼마 안 평소에 이제 제가 스케줄이 아니라 그냥 따로 다를 때는 요즘 더 높고요 활동할 때는 멤버들이 수령이 형이나 진리가 너무 커서 키 때문에 너무 스트레스 받아요 많은 분들이 뭐 키가 몇이냐 뭐 꼈네 뭐 오늘은 많이 꼈다 뭐 안 꼈다 진짜 키는 173이고 평소에 활동할 때는 이렇게 자존심을 좀 지키기 위해서 멤버들과 대화산을 막히기 위해서 좀 끼고요 근데 야小编 소위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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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这游戏玩的6 人家这唱功和舞蹈功力 也是刚刚给力呢 怎么样服服 所以要小别说 谈什么高碍胖手全是续的 有拿得出手的技能 以及俘获人心的个人魅力 那才是最最要紧的呢 那半天综合报道 百变女神教科术 妖娇蔡依林 私下更可爱 很开心 把它穿上就玩起来 宋献出门 必戴三宝 美丽升级 口红紫产 明彩米将是 别走开 下节更精彩 完后欢迎回到 好赵给力 不赖海带点心 力都给我们播出的 娱乐乐翻篇 大家好 我是郭夏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可爱 参与瑶瑶 可以获得免唱却 还有23日晚东南 卫视联合太明旅游局 在厦门奇美的 万达广场一楼中庭 有丰富的礼品等大家 还有太明烧热油 等你来闹 是的 希望大家赶快行动起来 接下来我问一下 所有的女生 你们想不想变成女神 败乍想 超级想对不对 你知道怎么样 变成女神吗 接下来时间 我们赶快学起来 跟着她们变成百变女神 昨天90蔡依林 现身上海 出席某时尚活动 脚踩分天高 一身墨蓝色 紧身短裙 勾勒出紧致好身材 向来 以妹妖娆出身的蔡依林 每每遇上个宣传期 百变的造型 总能让人惊掉下巴 最近正在忙着 个人巡回演唱会的蔡依林 这一次又有什么惊喜呢 有时候就是看造型师 她给什么样子的 创意激发 然后因为这一次的节目 没有有这个空间 可以做不同的造型 所以就 也趁自己体态还蛮好 可以留住一下 留住一下美好的样子 不过咱们哲林 可不止妩媚妖娆一个标签 毕竟造型百变 那才是最真实的蔡依林 我不会每一次都 都是一样的 套 小变觉得 卓琳的造型 已经不能用副剧一格来形容了 简直是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她做不到 这一部玩心大发的卓琳 又玩起了角色扮演 还是疯狂动物城里的 朱利景观 我说卓琳啊 这跨度有点大哟 因为歌迷可能知道 我在 有配音 就是哈军帝的角色 然后他就送了我一整套 然后我那天回家打开 非常惊喜 就很开心 把她穿上就 就玩起来 这样子 近日 人气女王宋茜 先从广州出席 知名彩妆品牌 旗店店开幕一室 一身黑色短裙 再搭配精致的妆容 女王范十足 平日里对自己打扮 相当用心的宋茜 自然在化妆上 也有自己的一套心得 活动现场 为了试探女王的化妆功力 主持人就出了道难题 如果出门 只能带三样化妆品 宋茜 你会带什么呢 小编点听 主要看心情 日前 清新福建 乐享永泰 阳光同行 旅游扶贫 大型公益活动系列 之音乐相伴 让爱同行 捐助活动 在永泰岭 陆湘华信 希望小学 温馨启航 除了为孩子们 捐助物资外 东南卫视 知名主持人刘伟 台湾艺人团队 还给华信 希望小学同学们 上了一堂 特别的音乐课 课堂上 孩子们活泼积极 和三位老师 一起感受了 一把音乐的魅力 课程结束后 爱心团队一行人 走进永泰美丽的乡村 慰问四位贫困学生家庭 给他们带去生活物资 让他们感受到了 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此次爱心活动 聚集了众多知名企业 活动现场 爱心企业 对华信希望小学 133位贫困学生 进行一对一的物资捐赠 学生们领取了 崭新的书包和书籍 拿着叔叔阿姨 带来的零食果汁 还有应急用的药材 脸上展露开心的笑容 众多企业代表 纷纷表示了 对贫困学生的热切关怀 同时他们也因此的希望 这样的公益活动 能够多多开展 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我就觉得我们做的 这个一个公益活动 会躲到这里 将温暖团体 养不爱同情 希望有更多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能够加入 为这些山里的贫困儿童 打开一扇 认识世界的窗户吧 那半天 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玻璃海苔点心面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只答的问题呢 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昨天问题的正确答案 那就是樊少皇 恭喜一下的朋友 除了获得好吃好 给你玻璃海苔点心面 提供的大礼包份之外呢 另外还有苏醒 亲笔签名的专辑 送给你们咯 好的 今天我们娱乐显微镜的问题 就是戴着这个手环的人是谁 只要你登陆了方间的官方微信 或官方微博 把正确答案告诉我们 就有机会获得 有好吃好给力 玻璃海苔点心面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以及胡夏的 亲笔签名写真一本 希望大家刮刀索取啦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下周同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周同时间